决定一共15个部分 60条分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是总论 主要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实现的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 第二板块是分论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第三板块主要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决定一共提出了三倍多项重要的改革举措 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 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 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实践探索 新提出的改革举措